天天揣在一起就打架 這哥倆好 一對寶 天天湊在一起就打架 難得兩隻乖乖坐在一起 怡揚啊 你跟弟弟在那裡啊 阿弟弟啊 阿弟弟你在洗澡啊 阿弟弟啊 他很认真在做一件事 我叫他他都不理我 难得和平相处啊 这一对宝每天都打架 阿弟耶 小皮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终于降温了 多肉稳定浮盆中哦 看我的玉碟都变红了呢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红宝石 我又买了一个红宝石了 可是他颜色一点都不红啊 现在是绿宝石了 想当初买红宝石的一件美丽的错误 就是那时候老板很忙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小盆的问他说这个是什么 他就随便应付我说这个是红宝石啊 可能是他也没有看清楚吧 然后我又拿了一盆比较绿的 他就跟我说他是绿宝石 我当初还以为是两个品种呢 结果你看现在养起来 现在变成这么多 而且都好好的 这就是当初让我买的时候 以为是红宝石买回来的 结果他真的很漂亮 这个就是阴吹雪啊 他的确很红很美啊 但是阳光不足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绿绿的 给你们看 我前一阵子种的红宝石又变成这样了 不知道为什么正牌的红宝石老是种不好啊 一直不断尝试他就是这样 然后他也不会全部挂掉 他总是会给我留一个你看 这个小小苗小侧芽长得倒是挺好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你看 这个竹头永远就是长不好 这个已经坏掉了 因为他的筋感 软掉了 所以这个就只能从这里 直接拔掉 反正他已经 烂掉 这个头要重新牵插了 然后这个整个不行 虽然他有长侧样 但是就是挂掉了 这个整个就丢掉了 那我又买了一盆 我就不相信养不好 可是你看 绿绿绿 他就是绿 我就不相信我的红宝石养不好 所以就又买了一颗红宝石来挑战了 今天就来重新把它种下去吧 动手了 帮这个红宝石脱盆 现在好绿好绿啊 现在好绿好绿啊 一片 筋感很粗 根系也还不错 但是仍然有这种白白的 疑似虫软的东西 所以还是给它消毒一下 直接消毒了 这个量晒好了 然后那根 我也修好了 剩下这些就是比较粗的根 那就直接种下去咯 然后这个是另外那棵 的小小苗 就把它种在这里 这样就种好了 好了 我来上铺面 铺面一样是用这个麦饭水 好了 这样就种好了 好了这样就种好了 希望这次这个红宝石可以成功啊 我也希望它可以像我的银炊水一样 可以变成一大盆啊 啊 红宝石真难种啊 你没有人知道 怎么样才可以让红宝石变得又红又漂亮啊 欢迎在评论区试教哦 今天这个红宝石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这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周承石 我是巧承石